三個班 他們沒有錢辦謝事業 我一個班給兩萬 你都有去嗎 沒有去 那我不是白居的 當然在韓國是沒有休息時間的 做不標準就一直做 做到你飆汗飆淚 你還要再做 那如果你不聽話 他就是拿著一個小棍子 就會抽你的手 真的就打 真的就打 有些這邊都是有一條一條的 那我一打還得了 馬上上新聞 鐵血叫做動用暴力 好確實 看到這個歐爸串燒 這是我們以前 喬吉利的一個小孩 去韓國當練習生 待會我們來訪問 韓國當練習生多可怕 他是逃回來的喔 他一直邀請我來吃 我一直沒有機會 今天來看看 歐爸到底多歐爸 走 我們走 一切都設計得好像很不錯 這好像是他們的MV 這裡是一個吃韓國料理的餐廳 雖然很高尚吧 非常高尚 好像吃韓國料理耶 OMG 沒想到這個餐會會在這裡舉行 周老師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因為他成績是他的學生 他覺得不來捧場不行 自從周老師離開南牆之後 我每年省六萬 每年要捐六萬給南牆 讓南牆的學生可以辦現實演 三個班 他們沒有錢辦現實演 我一個班給兩萬 你都有去嗎 沒有去 他們不是搬捐的 所以呢 今天的那個歐爸呢 就是因為這位歐爸 哈囉 他以前比較帥 現在泡得跟豬一樣 OMG 那時候你們單強有三個 那為什麼他沒有幫你策定三個 他後來決定去韓國啊 他被選上啊 他不要我啊 沒有沒有沒有不要不要吧 周主任很生氣啊 他為什麼可以背叛我 是我發掘他的 但是 報應啊 他到韓國很辛苦 要不要講一下你韓國 當然我在韓國 如果沒有把他的 你硬把他訓練到一些基礎工 沒有栽培的話 我可能 栽不到半年 韓國是打 罵 有點羞辱的感覺 你盡量講 讓大家把這個夢醒了 以為去當練習生多屌 真的 對啊 各位孫總來了的鐵粉們 大家注意啦 過十萬訂閱 我們會送高級旅行箱 是我的鐵粉贈送給各位的 所以請各位 盡量 訂閱訂閱訂閱 分享分享分享 開啟小頻道 韓國人很討厭會說中文的人 那他還要賺中文的人的錢 什麼東西 在韓國人的面前 你只要講中文 他會覺得 你很弱 真的很弱 所有的東西都是韓國 啟發的 區域也是他們的 中級也是他們的 中級也是他們的 跳舞也是韓國人最棒 唱歌也是最棒 就感覺好像 中文還有台灣人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又想賺 台灣跟內地的錢 所以他們故意團體都會有 會中文的 但是我不否認 韓國的訓練系統 真的還挺完善的 我那時候如果打野罵 你們是不是告到哪裡去了 台灣就是這樣 被韓國打罵 你看 硬硬 在一起 大概25年了 但他5年是逃回來的啊 他已經受不了了 他們是領悅心智的 不管你多紅 除了你紅到有一定的階段 才能走整 都覺得在韓國就很了不起 No way 不是這個樣子的耶 因為他們是黑道 你能怎麼樣呢 而且韓國人是那種 如果你出道了 你不紅 他會再幫你做調整 那你被整過嗎 我 老實講 不否認是我牙齒有做過 你看他已經還在幫幫忙 多曲折啊 我也要真的好 要謝謝老師 老師那時候很恨你 怎麼可以這樣 我是一種知恩恐怖的人 拋回來才覺得 台灣很有溫景吧 太溫暖了 今天這一集叫 揭開韓國練習生的內幕 我在韓國 將近快一年了 我是吃麥當勞 肯成雞皮生肯 吃不習慣 生活也不習慣 還要被罵 被打 然後訓練就是 從早到晚 所以你看韓國藝人都自殺 因為壓力很大的 朋友 你們還要去韓國嗎 覺得韓國很屌嗎 給那麼多錢 錢沒有進他們口袋 進他們公司 知道嗎 韓星 真的不是為了 以後賺多少錢 只是為了一個 夢 也不是夢啦 因為韓國跟日本一樣 他們的社會也被採斷控制 韓國的競爭壓力很大 父母都會送小孩子 一個成年禮 就是整形 因為整形 對他們好像比較 女生 韓國人的父母就是 把東西留到最好的就是給女兒 韓國女人也沒什麼人權 是男人比較大 但是女人就是漂亮 沒有 但是為了能嫁好先生 我以前 帶出幼威去 KBS他們的那個現場節目 現場差不多一千多個人 他們是一樣 跟我們金曲龍王榜一樣在爆榜 他們後台應該有 兩三百瓶 有 就是每一組人 都有自己的Dancer 台灣那個時候就在這邊 唱片封片 你知道嗎 因為我去KBS 這棟樓是雜誌 這棟樓是報紙 這棟樓是電視 這棟樓是廣播 他們是一個大集團 大社區 台灣都各做各的 我就知道台灣死了 你打開歷史 韓國的古文是中文 而且他們的身份證 上面也是中文 他們恨透了中文 但是又改不掉中文 然後你只要問韓國人 那你會念你們的身份證嗎 念出來韓文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覺得 韓國多了不起啦 我們真的是以前領導亞洲 那時候韓國是聽我們的歌 十年和東十年和西啦 沒關係 我們自己要再努力 台灣要再爬起來 再把音樂這個主導圈拿 那爸爸你現在有想過 怎麼要去跟韓國人打下來 其實我一個人沒有用 你只要一起來 身邊一大牌人 慢慢來 反正我再努力 希望我在有生之年 可以攻回韓 我一定可以 什麼東西啊 那你在訓練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比較特別的事嗎 真的會想要哭的就是拉筋 彎不下去吧 但是韓國的老師 他會坐在你的肩膀上 不管你受傷還是怎樣 坐在你身上 把你往撕牙 剛開始在喬夜訓練的時候 是有休息時間的 但是在韓國是沒有休息時間的 做不標準就一直做 做到你飆汗飆累 你還要再做 那如果你不聽話 他就是拿著一個小棍子 就會抽你的手 真的就打 真的就打 有些這邊都是有一條一條的 代表你太好了 你訓練了還沒那麼嚴格 我可以打嗎 我打應該會上新聞耶 我可以搞 台灣是有法律的 那韓國沒有法律啊 韓國是無法無天的 我說真的 我可以對天發誓 韓國人的訓練 我在喬夜訓練都遇過 所以喬夜訓練沒什麼 為什麼他沒什麼 沒有 他們是更嚴格 更狠 更要求 我們還算比較人性 那其實做的訓練差不多 一模一樣不是差不多 台灣我一打還得了 馬上上新聞 鐵血教頭動用暴力 在我高中之前 還是被打 那是你啊 你們在聚校 喬夜訓我都不敢打 我只能歸一拳 當我身上高中 被大學長說 教育部開始實施愛的教育 你怎麼這麼帥 馬上那時候的殺傷力 不是代理大了 他光一眼神就會殺你 對 我已經有這麼可怕嗎 一個眼神一句話 就可以鎮住全部看 我現在有比較可愛客氣嗎 超可愛客氣 壓力最大的一刻 就是剛出道的時候 對 他有發變喔 因為我們有出一首韓文歌 如果你韓文字沒有咬清楚的話 可能就 拜拜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你看你有咬的人清楚 來 用韓文介紹自己 你好 我是英明達 突然要我之後介紹 我只能說 你還是講了五年 你要講啦 你看這家店都叫歐巴 有本 你好 這個我也會啊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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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韓劇都會了 他真的逃回來應該的 我如果在韓國待了五年 我應該可以講一大串 可是我不想成為這麼厲害了 你去死啦 你為什麼會回來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創自己的事業 回來的時候沒有工作 剛才也碰到疫情 所以他去當Uber E 我有去送過外賣 算帥的外賣 我送過外賣 我還送過小費耶 老闆 跟老闆娘開這家店給你 因為他覺得他很認真 但是認真不見得會當店長 今天才會請我來 所以我當然會幫他做一集 大家 要吃真正的韓國菜 要來中校東路四段歐巴 好 那我們用韓文介紹 自己猜好不好 對 來 一個山雞湯也有 人生雞湯 一個 不好意思喔 因為這樣 泡 真的滿臨滿的 麻醬 真的好吃喔 好吃 好吃 好嗎 哈哈哈 因為輕泡 輕泡 就是飯糰 然後是手工的 YouTuber裡面很多酸民會韓文的喔 真的嗎 這一些菜 都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好吃喔 那是韓國料理 好吃怎麼講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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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韓國喔 我要五韓國料理還有鵝乾醬 所以這裡就是韓國料理的最高級 你想得到的都有 這是他非常好的干嘛 哈囉 所以送不任意的要開下廳的請找他 不要啦 哈哈哈 防止他自己押 哈哈哈 哈哈哈 神魂 顛倒 轉身 最後一秒 就在那瞬間講 對手掌 今天來到歐巴真的是 吃得好過癮 背盤 狼疾 哎呀你不懂啦 你韓國回來 吃了很多 剩了很多 桌子亂七八糟的樣子 來講一次 背盤 狼疾 韓國練習生回來台灣還是有進步 所以今天來到歐巴呢 歐巴是不是每天幾乎都有活動 禮拜一 韓尼根買一送一 禮拜二 串燒日也買一送一 有簽的串燒都是買一送一 禮拜三女士職業 對 我必須要為女生福利 男生也有 六位的時候 我會招待一個我親自調的彩虹笑 禮拜四就是我們的唱語日 微醺之夜 無限喝到吧 對 有啤酒 有調酒 女生呢我們只會說三九九 男生就是五九九 隨你喝 隨你喝 而且是我調 甜點我也會招待 而且我也會親筆寫上 我的名字和歐巴 你的名字又很重要嗎 我自己的繪圖耶 繪圖你又不是父親美工 五六日呢 報通關密語的話 打九折 通關密語是 孫總來了 我的鐵粉有福利了 五六日是他們生意最好的時候 報孫總來了 打九折上什麼 打九折我再加一份甜點 親手做的 還有親手繪圖 帥氣胖的歐巴 幫你做的甜點 我們到今天只要結束 五月八號 各位記得喔 只到五月八號喔 前提是一定要記得通關密語 孫總來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記得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趕快讓我破十萬喔 我要領那個獎座 一定要支持孫總來了 想要在東區看到 帥氣的胖歐巴 就在歐巴 可以 來歐巴就可以看到歐巴 啾咪 就剛才那個胖歐巴 看到沒有 他是最左邊那個 紅色頭髮 這是他以前瘦的樣子 所以人呢 不可以太安逸 一安逸呢 一肥呢 喔